欢迎来到雪焰传媒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7月21日,星期五,热点资讯 一站锁定,关注雪焰传媒SG新闻空间站 及时获取加拿大最新焦点新闻,突发新闻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苏黎警局因发布安破警报收到大量投诉 Surray RCMP接到一份11点的Amber Alert后 因手机提示音,唤醒了许多不列颠哥伦比亚居民 导致大量投诉 该警报与之前的完全相同 寻找Aurora Bolton 8岁和Joshua Bolton 10岁 警方称,他们与母亲Varity Bolton度假 但未归还给父亲 Amber Alert是针对最严重、最紧急的儿童绑架案件 警方担心Varity不能照顾孩子 并认为他在采取措施不将他们送回父亲身边 省长Mike Farnworth表示 Amber Alert不受RCMP控制 省政府承诺为SPS提供1.5亿美元支持 以确保费用不转嫁给居民和企业 专家呼吁延长CEBA截止日期 帮助弱势企业 近日,有专家表示 沃泰华应该放宽更大比例的疫情贷款 因为女性和弱势群体拥有的企业 更有可能难以偿还这些贷款 联邦政府在疫情早期推出了 加拿大紧急企业账户CEBA 向近90万家企业提供了总额为491加元的免息贷款 仅有五分之一的贷款在3月31日前已还清 据统计,餐饮服务、零售和旅游业等受封锁限制 影响较大的行业是最不可能在年底前偿还贷款的 这意味着即将到来的CEBA还款期限经济后果将更大地伤害女性和少数族企业 目前,财政部会透露是否考虑延长截止日期